2020年国庆节、中秋节都是同一天10月1号 那么国庆节和中秋节多少年才能够重合一次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请教一下天文学家吧 据天文小卷说,中国的农历大约是30天一个月,小约是29天一个月 一年12个月总共是354天或者355天 比一个回归年的天数少了11天左右 如果继续这样累积下来4年的话,就等于少了整整一个月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时间和顺序错乱的奇怪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采用了一种增加润月的办法 每年润月出现在6月 不仅七夕节要推迟 中秋节也要跟着往后推迟 加之农历中秋节一般出现在阳历9月7号到10月6号之间 所以我们现在就碰到2020年中秋节和国庆节 重复在同一天的现象 天文学家表示 中秋节逢国庆节是正常的立法现象 那么我们多少年才有这样的一个幸运机会重合一次呢 我们现在做一个统计 已经重合过的年份有 1944年 1963年 1982年 2001年 还有今年的2020年 所以我们现在推算下来就等于 间隔19年 间隔19年 重合一次 试想 我们现在再过19年之后 也就是2039年 希望我们能够再次重合在一起 当然大家都知道 国庆节定在10月1号 是因为1949年的10月1号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的典礼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这也就是著名的开国大典 那么中秋佳节这一习俗 中国人一般有两种事情要去祭拜中秋节的习俗 第一是拜月赏月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习惯 还就是吃月饼 一个是赏月 第二个是吃月饼 那么赏月自古以来 就流行了唐代的诗歌和宋代的词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流传下来 中国各地自己仍然保留的 拜月坛 拜月亭 望月楼 等历史古迹 这也正是人们拜月 赏月 作诗的一种习俗和传统 而大家这位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诗词 比如说书式的水调歌同就有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残涓 大家还非常郎郎上口的像是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非常幸运 今年的国庆和中秋 大家团聚在一起 共同来庆贺 这一伟大的节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